我现在底下给你们介绍一些名称 一个叫做Hilbert Space 你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名词 大家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 你们如果看量子物理的书的话 你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就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知道破环数 首先这个名称 什么叫做Squade Integral 你们事实上有的名称 Squade就是绝对值平方 就知道意思 Squade就是绝对值平方的意思 Integrable就是可以积分的 就直接翻译就是这样子 什么叫可以积分的 就是说它不会发散 它的积分是有限的 不会发散 那这种破环 这种函数有包括两种 一种怎么样 它可以规划的 另外这种怎么样 它是可以用Data规划的 这边当然牵涉到 这是我们讲的连续的能阶 这是不连续的能阶 不连续的破环数 然后这是连续的破环数 那这整体这所有的函数就构成怎么样 构成叫Hilbert Space 那它这些函数构成怎么样 构成一个完整集合 这样清楚没有 那完整集合的观念我都跟你们讲过了 那我只是没有跟你们讲这个名称而已 有些量子力量子会用到这个名称 那我现在告诉你们说 这个名称是什么意义的 Space就是很多 这些破环数组成那个空间 为什么叫空间 为什么叫空间 我举这个例子可以这样 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空间 我们这边有三个怎么样 三个基础的向量 记不记得 这是我们这次位置向量 对不对 I Z K是三个怎么样 三个基本向量 那我们知道 这个位置向量所构成的空间 不是构成所有空间吗 叫什么空间 你们都会啊 叫三度空间 还记得 我想这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这叫三度空间 三度空间有三个怎么样 有三个基本向量 有三个怎么样 有三个变量 也就是有三个自由度 就三个变量 对不对 我们有三度空间 有三个变量 也就是有三个自由度 那有三个基本向量 我们这边呢 还记得 每一个破坑是构成 还记得 我们怎么讲 每一个破坑是构成什么 我们不是有这个系数吗 我们这边不是有一个CN 有没有 这边有个C有没有 这都是未定的怎么样 未定的数目 这些就相当于 我们这边XYZ 这样签成什么 那这个项量跟这个项量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IJK三个基本项量 这样知道它意义了 那这我们叫三度空间 那这个我们 这形成的空间 我们叫做Hitable Space 这样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没有 等一下我们要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算符 叫做荷明选的算符 那我们知道能量的预期值 就是我们测量的能量的话 会测量到的 在某个状态 在摆这个状态 我们测量到的能量 那对物理量预期值 物理量预期值 其实以前我提高过了 必须什么 必须熟数 物理量预期值 必须熟数 因为可以测量量 必须熟数 那如果熟数的话 告诉我们就是说 这些算符必须有怎么样 必须具有特殊的那个怎么样 特殊的它的特性 我意思是说在数学上的特性 那我们来看一看该怎么做 因为它是 所以 它的供物复数 我们取它供物复数 我们看看 供物复数 这边变成什么 我们先把这个 我对不起 我先把这个写成一个形式的 我们知道 这算符就 Harmintone 最终到这个函数 变成另外一个函数 那等于说 这两个函数相乘 在积分 那它的供物复数 供物复数是这样 我这样写好了 这整体 这整体是另外一个函数 那这两个函数相乘的话 它位置我可以随便掉了 对不对 所以把它这乘到前面来 写到前面来 这写到后面去 那我们现在定义这样一个量 定义这样的算符 我们定义这样的算符 这不是家 这不是家 这叫Dagger 这短键 你们如果查识了 这短键 键有长的有短的 这是短的短键 要注意这不是家号 这叫Dagger 针比较长上面比较短 那我这边用的是定义符号 定义符号 就是说我这个积分 我这个积分 对不对 相当于 相当于这个积分 要不要忘了 这是作用到它 那对哈密通人 对哈密通人的算符来说 对哈密通人的算符来说 因为它是熟数 所以这两个怎么样 这两个相等的 所以这两个相等 这两个相等就告诉我们说 对我先把这名称先写一下 这个有个名称 这个算符有个名称 这个我们叫做 Hermission的Conject Operator 这是一个算符 哈密通人的算符 然后我们在哈密通人上面 再加上这个符号 就Deg这个符号 对不对 它的名称叫做 Hermission Conjugate Operator 就H的哈 就它的Hermission Conjugate 以后我们弄到 以后我们用 用矩阵的表示的时候 就很清楚了 用矩阵的表示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Transport 共和付试 然后再Transport 我们现在还不晓得怎么算哈 我们现在还不晓得 这Operator怎么算哈 我们先讲它的特性 如果 如果是熟数 就预期只是熟数的话 一般物理量都是 物理量预期只都是熟数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告诉我们 我们看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就是说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等于这个式子 那告诉我们说 这个要等于什么 这个要等于它本身 那这个叫什么 叫Hermission 就它的Hermission Conjugate Hermission Conjugate 如果等于它本身的话 这个Transport叫Hermission 那我这边举的例子 是Hermission Conjugate 是能量的算符 那我跟您讲过 任何物理量的算符 都必须什么 任何物理量的预期只都必须什么 必须熟数 所以都满着什么样 满着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引申到怎么样 引申到 任何物理量的算符 它的算符都怎么样 都必须是Hermission的 也就是说 它的Hermission Conjugate 要等于它本身 我们现在本还蛮抽象的 还不晓 因为这是定义量 我们把它定义成是这个结果 那以后我们谈到用矩阵 用矩阵来表示 那个算符的时候 就很清楚了 我先把结论告诉你们好了 以后我们用矩阵来表示 以后我们会用矩阵 当我们选择好一个完整集合以后 我们可以用矩阵来表示一个物理量的算符 然后这个是它的什么 你们都学过Transport 这符要知道什么意思的 Transport知道吗 Transport就是行列对调 应该都学过了 Transport就是行列对调 然后再加上共和富士 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那边 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到用矩阵来表示那个算符 那我先告诉你们结论 我们现在只是先做这样的定义 我们先做这样的定义 那我们等到以后学到矩阵的时候就知道 你们先把 你们可以先 其实你们可以先抄下来 这一步有没有问题 然后底下我们再用 再讲一些 叫做Direct Notation 我们叫Direct Notation 就是我们又 我们把一些原先的积分 我们换成一个符号 以后我们用这个符号 来代表这个积分 那后面这个 我们叫挂符 挂符叫Blocket 就是说你那个英文 你查字点 挂符叫Blocket 我们把它分成一半 这边一半 这边一半 这表示左边的 这表示右边的 这样会了没有 这叫Direct Notation 我们把这个英文字 我们把它拆成两半 一个是前头 一个后头的 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边是 左边这个 共和辐射的这个 是在左边 这边是在右边 对 那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 左边它用什么 用什么样的矩阵来表示 对 一乘N的 右边用什么 N乘一的 那中间变成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开出来 我们知道这是 这是一乘N 对不对 这是N乘一 对不对 中间AB是什么 N乘N的矩阵 这样会有没有 这就我刚刚 其实我刚刚跟你提到过了 算符的话用什么表示 算符的话用矩阵来表示 然后它是一个N乘N的矩阵 怎么样 共和辐射啊 OK 一个函数的共和辐射 没有 这是这个 一个某一个 某一个函数 这某一个 没有 这两个可以独立的 这样可以不一样的 表示两个状态 两个不同的状态 没有 你从那个 从一乘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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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一 这当然很清楚了 但是呢 这能不能用破坏式来 能不能用矩阵来表示 我们还没有讲 我们还要下 你们知道矩阵相乘 有特定规则的 矩阵相乘有特定规则的 那我们还要有一道所需 要去证明就是说 我们确实怎么样 我们在量子物里头 确实的 算符的积分 确实可以用矩阵来表示 我举个例子 我证明有两个 对不对 这跟这个一不一样 这两个一不一样 对 一般来讲是不一样的 那这些就跟 两个对调以后 它的运算刚好跟 刚好跟矩阵的对调是一样的 以后我们会证明 以后我们会证明 所以我们就可以 我们利用这个特定 我们就可以利用矩阵 用矩阵来表示什么 来表示 来描述我们的量子物理 然后矩阵是 那个Heisenberg最会用 它最早用 Heisenberg最早用矩阵来表示 处理这些量子力学问题 那底下我们要讲一些 那个一般的特性 就是 我把一些特性写在这边 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所有 和明逊的 算佛 它都有它的 I跟威力 跟I跟方形 我们前面大部分都讲 Harmintone的 能量的算佛 那这边告诉我们 任何算佛 All 所有和明逊的算佛 都有它的 什么样 都有它的 I跟威力 跟I跟 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做过别的 除了Harmintone 我们还有别的 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以前解过那个 我们大部分是解 Harmintone的I跟威力 跟I跟方形 我们还有另外解过别的 我们再复习一下 或者你们想一想看 我们曾经做过的 除了Harmintone 还要解其他 算佛的I跟威力 跟I跟方形 对 动量 我们也解过动量的I跟威力 跟I跟方形 还记记得 那这些都是其中两个例子 那这边是告诉我们 所有都有了 那因为物理量怎么样 物理量都是数数嘛 物理量的预期值都是数数 所以物理量的算佛也是怎么样 也是Harmintone的 所以物理量算佛是Harmintone的 这特性以后我们都用到了 那我们底下又讲的 不同物理量之间 不同的算佛之间的 它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谈这个 A算佛 我们现在有两个物理量的算佛 我们现在有两个物理量 例如说我可以举例 例如说我可以举例 例如说是P 这也可以是S 例如的 例如说这是动量 底下这是位置 我举两个例子 或者你 位能也可以 位能也可以 然后这样的话 它有它的怎么样 A 有它的怎么样 有它的 eigenpunching 我再解释一下 这两个式子 这是说 这是A算佛 这是它的 eigenvalue 这是算佛 这是operator 这是A的operator 这是 eigenvalue eigenvalue就是数目的 左边是算佛 作用到一个函数 然后等于数目 它 eigenvalue成为这个函数 那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另外一个物理量 到这边没问题 然后我们知道 这所有这些函数构成什么 没有我还没谈到主题 所有这些 eigenvalue 构成什么 对 这也是过程完整集合 这也是过程完整集合 但是这是不同的完整集合 这是两组不同的完整集合 这是两组不同的完整集合 然后我们底下要讨论一个问题 我们底下要讨论一个问题 如果这两组完整集合是一样的 这两组完整集合是一样的 如果我这样写的 如果我这样写的 如果这两组完整集合是一样的 A跟B就不再怎么样 A跟B就有特殊的性质 A跟B之间就有特定的特性在 那我们底下要看 这时候A跟B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来做看看 这两个算符它的 eigenfunction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 在这种情况下 A跟B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有什么特定的关系 我们来看 我们把A跟B 咒用到这个函数上 那我们看会得到什么 得到这 其实我这样写 比较 我应该叫这样写的 那B咒用到它 得到它怎么样 得到什么量 对 A跟B有在这里 A跟B有在这里 所以我们得到A 对不对 对不起 A跟B有在这里 就说这是A跟B有在这里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A跟B是什么 我在这边特别强调 A跟B是个数目 它不是数学的 纯粹是个数目 那数目可以怎么样 可以写到前面去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知道 这也是它的A跟B 对不起 这个函数也是它的A跟Function 对不对 那它A跟B在这里 所以等于多少 等于B乘上A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是A乘上A 那我们再把这个顺序 把这个算法的顺序把它对掉 对不对 我们把AB的顺序对掉 就测量了 测量的顺序把它对掉 那这是等于多少 等于B A 对不对 OK 然后这等于是A 是不是这样子 OK 那我们知道 我们把这两个相减 AB等于多少 对等于0 因为AB 这纯粹数目 对不对 数目相乘的话 数据可以怎么样 数据可以倒过来 所以这边B乘上A 跟A乘上B是一样的 所以我一相减以后 两个是0 所以换句话说 A乘上B 减掉B乘上A 作用到这 它身上 作用到一个 igenfunction里头 是等于0 到这一步 我能不能说 我能不能说 这个等于0 为什么不行 你要证明这个等于0的话 我以前曾经告诉你的 我们要把一个算符 写成0的话 我们必须要证明 所有 对所有状态都要满足才行 还记记我以前 我跟您证明这个时候 这样讲的 还记记这个等于什么 有没有记得 i或者-iH bar 这个符号 你们可以把它定出来 我们知道 这是什么 i分之 H bar 对不对 然后 我们写dx 我们再重新写一次 y 我们再重新写一次 好了 还继续呢 这很容易推导 然后 这等于什么 微分这个 再微分这个 对不对 微分这个 等于是i分之 h bar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 加上那个x 这两项消掉 所以等于多少 等于i分之h bar 或者-i也可以 我在写这个式子的时候 这是任何 y都怎么样 都满足的 所以我就可以写说 所以我就 p等于是i分之h bar 因为它对所有 y都满足的 但我们这边是 这个是什么 是特定的 特定的函数 但我们可以利用它 完整集合 因为它是完整集合 所以我们还可以证明 任何y它怎么样 都成立的 我们就这样证明了 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函数 任何函数都可以展开 什么 对 是不是可以这样展 任何函数都可以这样展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 a b 是不是等于这个 那这个等于多少 等于0 所以是多少 所以是0 所以 对任何的函数 对任何函数 对任何函数的话 我们可以证明它怎么样 这也是等于0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ab等于0 换句话说 ab等于什么样 等于ba 就是说 它的测量顺序 怎么样 是无关的 所以我们这边证明 就是说 如果a跟b算乎 就a跟b这两个物理量 a跟b这两个物理量 a跟b这两个物理量 它如果有共同的怎么样 有共同的 eigenfunction的话 共同的一组 eigenfunction的话 这两个算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 这叫commutator 这叫commute 这叫commute 下两算必须是commute 所以commute 它可以互换 它的操作顺序 它作用顺序 可以怎么样 测量顺序可以复换 跟它出去无关 这样清楚 那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上课 下一次考试完以后了 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要证明说 如果两个算符 它是commute的话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组 怎么样 共同的 eigenfunction 好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